多人問941,我知道唐牛回答了很多次 但他問941和778哪些好些 778近日都真的多人問和多人說的 718剛才見到經濟日報頭版都推介了 你可以不認同的 其實還可以的 至乎他我想多了一個賣點 就是他最近有一個外廠 去買其他地方的資產 我見到大行都唱得不錯 現在的REIT的方向都是這樣 之前領展都是 由澳洲、新加坡 你沒辦法 香港要搞的就搞了 要翻新的就翻新了 要沽的就沽了 那你一定要外廠的了 變成大家會覺得 外廠其實會不會可以釋放價值 或者多一個不同的渠道 去做一個多元快的收入 支付其實那個預算是便宜的 只是0.5倍而已 0.4幾而已 你相對於領展0.850 其實那個幅度是有少少闊的 當然你說規模計的 778就跟823沒有得比 但是感覺上是有可以收窄的空間 如果你這一刻是做得到的時候 不過你從買的角度出發 我想等了 盡量都不要衝進去買那些 就是衝了上去的股份 現在6這幾 你看有沒有機會 你問我的話 有沒有機會落回6.8的位置 落回1毛錢左右才買 我想就OK的 我覺得 你說941和778 哪一隻好一點 我覺得兩隻 我想 因為始終你不跟941和762比 我很肯定941會比762的 但是你說一隻是電信股 一隻是REIT 我覺得兩個範疇 你可以每隻買一半都可以 暫時來說 仍然是中移動息率高一點 是的 是的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好 好